那政府一声令下要打破特许公司 垄断市场多年的情况 塑造良性竞争之余 也提升服务品质 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道收费系统 和电脑验车两项服务 虽然距离开放市场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这项决策已经让相关企业感受到冷暖 今早门线上有马六甲 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为大家分析其中的变化 李玉早安 主播早上好 是的 随着大道付费方式 还有电脑验车服务 都将会开放让更多公司参与 您看好国内哪些相关企业 有可能会分到一杯羹 那他们会是投资人的潜力股吧 我觉得第一点我们想要分清楚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检测的这一个方面 我觉得是要一个independent的 就是特派基的这个情况比较的良好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以这个他要有做一个良性竞争的这个做法的话 他们可能可以跟这个就是 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可以跟这个 MAA Malaysian Automotive Association 讨论到底可以放多几多家的这个independent的这个inspection的这个company 那如果有更加多检测的这个情况呢 会导致到这个良性竞争的出现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做不到的话呢 第二点我觉得可以最有可能性可以发生的就是在很多的这些 汽车销售的这个4S的这些company 就是说可能 let's say Proton或者是Bermas Auto或者任何的一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服务的销售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可能可以做出一个segment 就是说这个可以做inspection的 那如果有更多家的这个公司可以参与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这一个情况来说 都是一个良性竞争的做法 那我觉得这个政府可以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法了 那原本呢 垄断这两项服务的Postpartum和一处疾痛公司 他们背后的母公司DRB Highcom 还有大股东联昌国际集团 是否会在近期面临股价波动呢 因为除了有更多竞争者 两者还受到服务素质欠佳的负面因素影响 那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之下 DRB Highcom的 就是Postpartum对于DRB Highcom的这个 这个revenue 就是它是淡了可能少过3到4%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于他们股价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因为基本上5-60%的这个业绩 都是来自于这个汽车 那如果汽车销量上跟下 才会大大的影响它的业绩 它的业绩会影响它的股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Postpartum的这个消息 出了之后 其实对它的股价波动没有太大 那第二如果我们看这个 一出地通的这个CIMB 我们如果看整体上 CIMB是一个banking的industry 那它选择只是它一个 一部分的一个segment 所以对于这一个消息来说 其实也是对CIMB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如果要对这个banking的industry 有影响的话 我觉得是最近的这一个 在US或者是Europe的 这个banking crisis 那个就是爆雷的情况 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如果对于这个消息来说 虽然是有一点负面 但是对于它的股价来说 我觉得这两家的股价 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好 非常感谢李玉 我们带来的分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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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